黑鷹直升机二号失事 造成军方八人殉职 三号总统蔡英文 清明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 以及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 分别陆续前往三军总议院的 灵堂置役 其中宋楚瑜跟韩国瑜都低调不受访 总统蔡英文在军机意外事故后 召开国防军事会谈 先是带领在场将官 为罹难者默哀一分钟 随后提醒重要干部 务必紧速稳定军心 务必确保军心民心的努力 沈总长非常受到我们军中同袍的爱戴 他再次的时候自军是非常的严密 我们经验他最好的方式 就是继续坚守岗位 共同守护国家安全 总统蔡英文才是 最近参谋总长沈一鸣一级上将 颁授青天百日勋章 并要求国军务必严格 减诊装备 近日要特别提高警觉 维护台海周边安全 这段时间也请大家要提高警觉 密切的注意台海周边的军事的动态 第一个时间快速反应 部署务必确保我们台海的周边的安全 我也要求各位回去之后 严格的要求各部队 务必详细的检测装备 维持妥善率 不能有任何的松懈 而提面命使军心稳定 民心如常是三军将领的责任 总统蔡英文希望国军盘点军事 准备情况 在历经事故后 国军全体都能恪守岗位 确保台湾持续处在安全状况 而参谋总长沈一鸣训职后 国防部表示将由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 刘志斌上将 暂时代理参谋总长一职 原事新闻诸谷五六台北市采访报导 中文字新闻诸谷五六台北市采访报导